拉多少 這個東西就是看你的資料量是多少 因為每一個group 在我們這個例子當然是比較簡單的例子 因為我們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每一個group都有30個sample 30個取樣的水的取樣 當然實際上我們在每一個group 不一定是剛好有30個 第一個group可能有30個 第二個跟第三個group可能比較少 隨便講 第二個group可能只有兩個 第三個group可能只有三個 那這樣的話 比較大的被拉就會比較少 因為比較大的比較有代表性 比較小的會被拉過來比較多 因為它比較沒有代表性 OK 所以第一個看你每一個group的資料量多少 那第二個是看什麼 看你的prior多強 OK prior會影響這個譬如說 你整個 整個這個 這個overall的這個在哪邊 它會影響 這個每一個 譬如說你的overall是這樣子 結果你的大的 你某一個group 它離那個 離那個 overall那個很遠 那它也會被拉得比較遠 比較大 OK 所以這些東西 都會影響 它這個 這個shrinkage的 這個 這個就是被拉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多少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大概解釋一下shrinkage的來源 那你可能會 同學可能會覺得說 那 為什麼 應該要shrinkage shrinkage 就是說 這個這個東西到底是一個bug 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還是它是一個合理的東西 OK 這邊解釋一下 這個其實是一個合理的東西 為什麼 OK shrinkage 想想看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OK 假使我們用這個桃園市當例子 桃園市當例子 桃園市 他對那個水的這個資源的這個 都有一些控管嘛 對不對 他們都會有一些 這個 對每一個區 雖然這個這個區 裡面的區公所不一樣 那區公所不一樣 當然裡面的公務人員 這個這個執行政策也有好有壞嘛 這個當然多少會影響 但是 畢竟他們都屬於同個 同個市嘛 同個桃園市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 理論上桃園市是一體的 OK 桃園市是一體 所以整個的 多少他們整個不一樣的區 雖然是稍微有一點點差異化 但是他們這個差異化不應該太大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講的話 不應該太大 代表什麼意思 他們的表現應該拉近對不對 因為他們其實是 夯得在同一個城市 同一個市長 同一個行政團隊下面對不對 對不對 那 所以呢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shrinkage是非常合理的東西 對不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shrinkage也有幫助我們 就是說 怎麼講 就是說 因為資料的收集跟資料的這個 就說這個 量測 資料的收集跟量測 通常都是人為的對不對 像我剛剛講說 水的那個 裡面的含鉗 含鉗 第一個 水收集過來的時候 可能會搞錯 對不對 第二個 你收過來以後 你做那個 檢測 可能會出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兩個 步驟 就是說你收集的過程 跟你這個 這個檢測的過程 都有可能會錯 對不對 那 那 當然 理論上 不可能 就是 十筆資料 十筆都錯 這個 當然 人 人可能會有錯誤 但不可能 人每次都犯錯 這畢竟 除非是 弊案 我們假設 撇除弊案的可能性 我們假設說 就是說 正常的情況 人偶爾會犯錯 對不對 偶爾會犯錯 畢竟犯 就是說 我們講說 to err is human 就是說這個 犯錯是人類的天性 這樣子 好 那 就像我剛剛講的 也有提到說 每一個group 它的資料量 可能 就可能不一樣 有些group可能很多 有些group可能很少 就像說 如果說我現在 剛剛好有一個group 譬如說 這個 這個復興鄉好了 我們知道復興鄉也是 桃園市的這個範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復興鄉 我聽說 從桃園市 開車到復興鄉 要開兩三個鐘頭 其實是很遠 應該說 不是遠 重點是它山路很不好開 所以呢 可能你 因為很難開 裡面人也不多嘛 對不對 人也不多 所以說 你扯人 復興鄉 可能就只抽了一兩筆 的這個 這個 這個樣本下來 你要不要好死不死 這兩筆樣本 你剛好搞 搞雜啦 可能裡面有一筆就搞雜 一筆搞雜就那個 影響很大嘛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這只有兩筆啊 假使你其他的地方 大多 都 這個 量測啊 或什麼都很正常 就是說 它這個 含千量的比例都很低好了 就復興鄉那一筆 突然有一筆含這量很高 如果用frinkage來做的話 它就會把它拉近對不對 拉近 代表什麼意思 它某種角度上來講 它有一種自我修復 就是說它不會因為 你某一兩筆量測錯誤的關係 對整個的結果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 frinkage反映了兩件事 一個是 這個hierarchy 這個架構 hierarchy的架構 對資料的影響 它應該會 這個 這個階層 它應該對這個資料本來就有一些控制 它反映了這個 第二個就是說 shrinkage也有助於我們 就是說減少 這個 就是當我們處理資料發生錯誤的時候 我們分析的這個錯誤的結果 OK 所以這個是 shrinkage的這個好處 那這個 我剛剛已經講過這個amount of shrinkage 我就跳過不講 就跳過不講 OK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他的這個ethymic prior 把它畫出來 這個地方就有點像是我們在做那個 記不記得我們上一堂課我們有講那個 predictive 這個posterior predictive check 就是我們已經知道這個posterior 那我們利用這個去產生一些 就來看說這個資料 跟它的這個有沒有夠像 那你現在這個產生出來 你看 這個藍色 這個其實就是那個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mode跟mim 是不是都很接近0.6 對不對 這就是那個30個sample 裡面有18個是好的那個 的那個trace OK 那我們這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就是說 產生很多條線的時候 這個結果的這個 它是在這些 跟那個原來這個都很接近嘛 對所以這個是很很合理的結果 這個這個posterior是一個很合理的結果 所以代表我們這個模型是 是OK的 OK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先休息個10分鐘 然後我們再繼續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